宣求連任的嘉義市立委王美慧在主要路口都掛上醒目看板搶票 日前他在無峰路扯陽路口掛上和黨內總統候選人同框的看板 左右各一面向選民肯脫 結果中間這一塊被藍營逮到機會 張秀華後援會趁機掛上嘲諷看板 藍綠護槓的尷尬場面維持了大約兩個禮拜 不少民眾看到後都笑稱王美慧沒成功搶下三面看板實在 但在12號這天卻被發現王美慧陣營動起來 兩邊全換上新的看板跟寫上抹黑造謠夾擊回應 他更以文字表示嘉義市民主勝地要對手尊重這場選舉 另外在台南中華西路健康路這個大路口 仔細數一數就掛上五面看板 中間這一面激進黨市議員的最引人注目 因為他手比出鹹蛋超人姿勢 左批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上打過民黨立委參選人王家珍 2024選情戰況激烈本該是搶票的看板 卻成了對手兼護槓的另類管道 華視新聞陳建邦劉漢生嘉義台南總和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